好,那同學我們介紹一下日本的一些比較特色的節日好了 那你可以從這些節日裡面,我們黑板上面寫了很多單字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你可以從這些節日的習俗來認識這些單字 我相信你如果寄單字會更方便一點點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節日叫做日文的念法 各位可以試著念念看,我們找個人來念念看 怎麼唸呢?你如果唸那個 バレンタインデ バレンタインデ 唸得非常清楚,我本來是預期說你不會唸,然後我來帶大家唸 可是你已經唸出來了,那我就大家就聽 也可以自己稍微唸一遍 バレンタインデ 你猜得出來是什麼節日嗎? 各位沒錯,猜不出來我們才可以唱下去 如果你猜出來,那我就沒什麼好講的 這個字我們用片甲名來寫 片甲名主要都是外來語 寫外來語的居多 那外來語大部分,很大英文我們不能講是全部 都是英文,所以你可以試著發音看看 對,看看有沒有哪個節日發音在バレンタインデ 有情人節,情人節的英文叫做 Valentine Day吧 Valentine Day 雖然不太像,不過還是可以抓出那種神韻啦 那情人節的話呢,在台灣或者是在其他香港啦 中國啦,馬來西亞,新加坡 可能都是男生送女生比較多 那但是在日本呢,日本各位也知道 日本的女生,當然不能一天蓋全啦 但是至少我認識的女生裡面 其實他們對於喜歡的男生都是毫不,就是毫不掩飾 或者他們都俗話說男追女隔層山嘛 隔重山,女追男隔層上 對,所以他們對於喜歡的男生其實很多時候是比較主動的 對,至少在我認識的範圍之內 那在日本其實他們的習俗也是,怎麼講 希望女生多主動一點 所以在日本的情人節2月14號呢 是女生送給男生的一個節日 送禮物給男生的一個節日 那送什麼東西呢?送這個 也是外來以英文變過來的 所以用添加文來寫 這個字叫做チョコレット 你應該可以猜得出來是什麼 就叫做チョコレット 那只是呢,要如何去送 其實在日本他們那天的情人節 他們有基本去做一個定義啦 主要的巧克力有兩種 一種叫做ギリチョコ 一種叫做ホメチョコ 那個レット不用唸了,因為太長了 要不然你連續唸10次巧克力試試看 你連續唸10次意義 然後加本命這個 ギリチョコレット ギリチョコレット 那個レット很麻煩 所以大部分會縮寫 那什麼是意義? ギリチョコ ホメチョコ 意義這個字 你可以把它解釋成為意氣 對 那ホメ這個字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什麼? 真命的意思 所以這是真命天子 所以在日本 包含像職場啦 或者是校園啦 或者是在家裡啦 那如果你是跟我很好的朋友 你這個男生朋友 跟我這個女生很好 那我很有意氣 我就會送你的一瓶巧克力 女兒可能也會送爸爸 也會送祖父 那校園裡面同學之間 女生對於男生 可能也會送一些一瓶巧克力 他的同學 但是不是對他有感情的 那如果是真命天子 那種感覺 那你就會送 各位一瓶巧克力 大部分都在日幣 日幣五百塊以下 不是很好 因為送朋友嘛 幹嘛那麼好 但是ホメチョコ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就是他們做的 ホメチョコ 對不對 然後還有像這個 對這個其實 比較算這個 比較像是一瓶巧克力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種 那 ホメチョコ 真命的那種巧克力呢 那通常就是非常非常昂貴的 那設置還可以是什麼 手作的 而且可能像做成像一隻熊貓啦 好胖啦 或者像花啦 這樣子的形狀 日本現在的經濟比較不景氣 對 所以其實現在也有一些聲音 在講說 不要送巧克力好累喔 之類的 那 特別是男生 如果你的人緣特別好 很多女生都送你一瓶巧克力 不是本命的 光一瓶巧克力回禮 就要擴財了 對 他們以前日本還有一個 不成文的習俗 就是女生送的可以比較便宜 但是男生回家比較貴 齁 那3月14號薪水就沒了 對 所以現在在日本 經濟不景氣 有人就說不要送一瓶巧克力 那男生也不要回禮 那就本命就好了 所以一瓶巧克力的銷售量 也在下滑當中啦 不過商人還是很厲害的 用發言的叫什麼 朋友巧克力 叫做 透花巧克力 還有叫做什麼 逆轉巧克力 反轉巧克力 叫做 涼體巧克力 對不對 什麼是朋友巧克力 也是針對女生 那女生不要送男生了 送給好朋友 所以還是照樣買巧克力來送 反正好朋友 大家一起過一過 那 反轉巧克力 逆轉巧克力 指什麼呢 就是 我們不要男生被動的 就等待別人來送 我們主動送別人 對 所以有各式各種巧克力的名稱 女生可以送男生 送給一般 男性朋友 也可以送給真命天子 那女生之間可以付送 男生之間 男生也可以送給女生 只差沒有男生之間可以付送 所以搞不好以後也有 這些男生跟男生 也不要害羞 就大家一起送 反正那天就是大家一起撒巧克力 除了送這些之外 送巧克力 有些日本女生還覺得不夠 這是他們排行出來的一個就是 搭配巧克力 可以一起送的禮物 表示更有新意 當然不是異議啦 是本命 像什麼CD 書 home home 就是俞文書的意思 還有 mwine mwine 就是紅酒 那這個字 腕時計 腕時計 手錶的意思 然後還有accessory 對 那個 英文的accessory 那個字就是 配件 身體上的一些配件 這種感覺 所以他以用那個 片夾名來寫 另外還有seita sweater 那個字 而且還要是teami 你看看這字應該猜得出來是什麼 手邊的 手指的那種感覺 這樣一送出去就很有誠意了 所以男生可能就會非常的感動 會有統計在情人節之後 什麼樣的醫生 醫生的日文叫做 一下 什麼樣的醫生 是那個門診 生意會特別好 一個就是ha一下 ha是牙齒的意思 另外一個叫做seita 就是我們所謂的精神科 就是我們所謂的心理醫生 為什麼心理醫生會特別好 因為可能會這樣 沒有人送的嗎 怎麼會這樣 他有拿到八個 我只有拿到兩個 對不對 然後開始拔頭髮 這樣子 所以會去看心理醫生 所以這兩門醫生的那個 就是門診的病患特別的多 其實男生之間也會 慢慢慢慢呢 各位日本的商人非常的厲害 他會吵過一些節日 然後這個節日慢慢的 也就成為一種習俗 大概在1978年 1970年代 尾巴 對那個時候 除了情人節 八零八零節之外 商人還想太大了 所以他們就推出了一種叫做 這邊有寫 叫做 white white 那個字是白色的意思 所以就是現在各位也有聽過的 叫做白色情人節 白色情人節 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過行的東西 男生回禮給女生 白色情人節 white 是white 後來在4月14號 又出現了另外一個情人節 所以各位一年12個月的 每個月14號都可以是情人節 只要有心天天都是在過節這種感覺 那一個叫做orange day orange 各位猜得出來就是什麼顏色 一個叫做black day 這都是顏色 對 那orange就是橘色情人節 對 那個black就是黑色情人節 其實嚴格來講 日本人真正也發明出來的 他們屬於日本4月14號的情人節 是orange day 這是 橘色情人節 這是在日本的一個四國一個地方 叫做愛遠縣 他們的那個好像是橘農吧 去申請的 因為那個時候橘子的銷量比較多 什麼的 所以他就鼓勵大家吃橘子 所以如果3月14號 3月14號 白色情人節 男生送給女生 然後回禮 彼此表示心意 為了再確認 再一次確認 對 所以你可以再送一些橘色的禮物 或者是送一個橘子 對 因為他們覺得橘子有果實 然後那個花又開得非常的茂盛 是一種性質的象徵 不過這商人宣傳回來是非常厲害 就是 非常優美的一些詞彙 但是不管如何 那種氣氛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哦 那那個 相對來講 黑色情人節 就比較黑暗一點點 這個習俗其實是從韓國傳過來的 現在日本人偶爾也會有一些人在過 4月14號 對 只要你現在2月14號沒有收到別人送的巧克力 男生 3月14號也沒有人可以送的 對 那這種在台灣就是 怎麼講 比較 嗯 或者是你送給別人 男生送給別人被拒絕的 在台灣可能被稱什麼 發好人卡啦 之類的 然後 在各個國家都有這樣子的成物 像 在香港他們叫 男生跟女生 表白 或是送禮物被拒絕 叫做吃檸檬 對 那在韓國呢 如果男生跟女生表白 被拒絕呢 他們就會去吃炸醬麵 對 然後是心情很黑 因為炸醬麵那個醬汁是黑色的嘛 還會喝黑咖啡 所以你在2月14號 3月14號 都是一個人就這樣靜靜的過完的 那群男生呢 他們會約出來 然後在4月14號的時候 一起去吃炸醬麵啊 喝咖啡 那天就叫做黑色情人 2010年2月14號 他們的披薩業者呢 就推出了 巧克力不要 披薩才酷 對不對 所以他們做出了這個 披薩 而且還是 HARD PIZZA HARD就是HARD 新型披薩 那種感覺啦 等到這種Size 尺寸大概是M的 對 所以那天就鼓勵別人 去買披薩 不要買巧克力 送給你心愛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有意願 想要追求的另外一半 那天據說 披薩的銷售量也非常的好啦 不過看那個 有小道消息透露 就是那個 那家披薩店的那個員工 其實還蠻不熟 因為新型的披薩還蠻難做的 對不對 還要 變成新型這樣子 對 總而言之你有創意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Idea 就是我們說的Idea 對 非常重要 那如果你想要追求生的 或者是想要賺大型的 請盡量發揮這個 日本人非常的Idea 所以他們 不管是各式各樣的東西 都能夠領先 在其他國家很大一部 那各位 你可以試著 將來有機會去日本的話 你也顧過看他們 體會像那樣 Valentine的氣氛啦 那其實是一種非常甜蜜的感覺 好 那我們行人節的介紹 我們就到這邊